Hello, 大家好, 我是 Samantha,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Lancaster 有什麼好去處 如果大家有看上一集的話 就知道我其實已經去了 Tanger Outlet 而今集我就想介紹什麼地方呢? 就是 Mananese Visitor Center 如果你去駕駛Tanger Outlet的話 只要你駕駛10分鐘就會去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有什麼吸引呢? 我就和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聖經會莫的體驗真的很棒 因為它以1比1的比例全尺寸去複製當時摩西 如何透過這個會莫和神去交流 而且你可以看到當時裡面的層設品是怎樣 例如是智聖鎖 裡面的聖鎖 六個分支 七盞台燈 層設的餅卓和香檀等 裡面是真的很詳細地展示裡面的擺設 對於一些無論你是信仰 有信仰的人或者沒有信仰的人 都是一個深入的了解 如果你是一個文化研究的神學生 都可能對這方面有興趣的 如果你是未信主的人 我都建議大家去參加 剛才我所說的10元35分鐘的 多媒體展示的解釋用途 因為當日是有人去解釋給我們聽 物品的用途和精神的意義 以及香檀、智聖鎖、祭司的作用 究竟是用來做什麼 每年這個地方都看上網說 都說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參觀 無論他是美國人也好或者不是美國人也好 都會特地過來參加Logo Tour去看 我都很值得推介給大家 除此之外 裡面也有免費觀看17分鐘的 免費紀錄片 叫做We Believe 講述門洛派的生活 裡面的歷史 他們的信仰 以及跟Amish人的關係 因為當時因為基於一個 Privacy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沒有錄影了 我也透過這段片 大家都可以坐下來 等待一個35分鐘的會幕體驗 都可以先去看了他們免費紀錄片 We Believe 去認識一下門洛派和Amish的關係 他們的生活 怎樣去傳福音 因為我相信 香港是未必會認識到這一點的 好了 這個短片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 其實這個短片兩年前拍的了 其實你都看到我衣著 髮型都不同了 為什麼現在才來分享呢 最近真的很多朋友問我 究竟廢城有什麼玩 因為如果你見YouTube 大部分的人 都是介紹New York New Jersey 很少介紹廢城 周邊有什麼玩 因為我很喜歡去探索 我一定會帶著 攝影師 老公和兒子去看 順便大家一起跟我去看 直至這個短片 可以大家認識一下 聖經舊藥的會不會是怎樣 無論你是驚徒也好 不是驚徒也好 可以更加深入去理解 因為我們不會特意去買一個機票 去飛以色列體 除非你是去做一些神學生的事情 或者是去研究一些歷史文學的事情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會特意去做這件事 可以讓大家深入去認識一下門落派和阿米士 他們的一些生活的態度 他們的歷史 因為在香港我嫁過來之前 我從來都沒聽過Melenese這個中派 大部分都是聽到鎮訊會 神召會 信義會 或者中華基督教會 中華基督教宣道會 或者中華宣道會 等等這些中派 但是從來都沒有聽過 他們的一些生活 他們的歷史 只有美國才聽到 所以如果大家是有興趣 想知道多些Lancaster 和他們的生活地方 不妨來到這個Lancaster 的地方可以去探索一下 跟他們當地人聊天 因為你看到他們的生活 依著是真的很樸素 不知道的話 還以為是 是不是其他中派的人 真的來天主教 因為你看到他們的衣著 真是很純樸 我都希望有機會 可以訪問一下他們 好了 這一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短片的資訊 記得給我一個Like Share給你的朋友 留言 最重要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 按一下小鈴 我每次唱片 看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